哇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这个植被长得太茂盛了 现在的 长得太茂密了 所以在里面就吸吸了好多那种水鸟 以前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老是睡摊的野鸭 还跟同样水鸟 今天这些野鸭水鸟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地方好舒服呀 这地方全是树根 特别神奇的 刚才的水鸟就在这一片 那里头芦苇荡里可能有它的那个巢 这地方全是树根 树根已经找了 这还动了两只野鸭 绿皮鸭在睡觉的 今天只有两只不知道为啥 两只公的 哦这有三只 一个一个一个 你长得多可爱哦 长得那么水灵 这好干净啊 体型大小也比较合适 不像中国不像那种家养的那种那么大死大死大的那种不好看 他这个挡得那么苗条感觉 哎他把这两棵古葱树给围起来了 我们以前来的时候从来没围过 这第一次来到看到围起来了 以前我老是跑到这树根底下来比划一下 这是 我报到上面看了做个对比啊 这个树的话 这个树林的话 得几百年了嘛 这个树静呢 直径的话得有连米吧 树冠的直径 恩威连板 陈宝在那儿 这个 这反正不是睡莲 反正就是那种那个品种 但是全是这个小黄色的花 很少见到 莲花都好看了 都不知道什么植物了 这块草坪这个面积超级大 今天人并不多 人多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草坪上 对啊 他们在今天没有人这几只鸭子在晒太阳 早上下雨了 这边不知道下没下 感觉雨不大样的 有露水 为什么他的草坪比我们这个草坪还好 上面好多蒲公英啊 比较致米 跟我们的不一样 我们这个你要把它扒开来 下面都坑坑洼洼的 不平 这个城堡每年维护 好多城堡 所以属于国家的 私人的话得多少城堡 来养护这么大的庄园 私人的话这个地方就要收费了 然后通过收费来养这个吗 养钱一年挣多少钱才能养得起 这种地方收费的话肯定也不会太贵 一个人想象性的 我了不得了吧 养抬的话就根本咬不起 根本养不起这个 这个城堡 一人五块钱造成的 哇从这地方有拍一个 那个岩石比较好看 那个大那个云啊 那么厚 现在那么低 以前春天早春来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边上面全是那个开的那个花 开的那么厌 除了杜鹃 除了杜鹃 还那么香 像香水板和那种香味 现在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 我看到这个 黄色的 那边 黄一点 那个是橘色的 这个树 那个树底下有好多那个红色的 什么花朵 这个松树和刚才那个比起来 达不到那个效果 但是也是很粗的 至少也得三到四个人才能围得过来 这四个人 上面的红色的什么花呀 月季啊 不是 也是 也是 诶 有红哦 到现在没看到其他颜色 实际上杜鹃有好几种颜色 妈的这个基因 基本上到最后全部变成这种紫色的 好上来看看这个红色的 真是红色的杜鹃 这个红色的开的好艳哦 一只大狼狗 一只大狼狗 你看这个红色的老远就看到了那么鲜艳 不过也是过了最佳的时候了 现在叶子下面已经粘不垃圾了 都已经搭垃圾了 其实红的也特别多 但这好艳哦 这几棵红色的 长几年以后就被铜化成纸的了 地上面好多那个松针 那个松球 大松树 我操这参天的大松树 快走到它的中央了 中央了就有人了 能看到一些人了 这地方那么多狗也不吵哎 好可爱啊 随着这个风 这草坪维护的比我们的那么小片的荷花园都好感觉 它这个都是那种人开在上面的机器来收割 一圈一圈的 这也能看到这个条纹状的 自从这个边上树跟走 你看这个棕色的还有这个黄色的都已经过了花季了 就说的这个要在这个早春的时候 春天 春一样的时候过来 现在都已经粘了 下面 这个要正厌的时候过来看也挺好看的 这个紫色的好多哦 哦这个橘色的 我的鼻子是闻不到的 这样也是整个一个小土包在环绕的全是这个植物 都已经过季了 走到上面就到城堡了 城堡旁边也能看到好多杜鹃 整个你看这个小山堡包裹的 这个小土丘 全是这种植物 这个植物不知道叫什么花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个完全卸掉了 看不到了已经 卸掉了以后的样子下面全是凉了 这种 大大的 挺有意思的感觉 这几棵松树 这棕树长得真的好直哦 这种松树 笔直笔直的 凸起一块 然后种了四棵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就是那种 那种那个坚果类 那种叫什么 增子啊 那种树感觉 这种 好高啊 好高大 另外路边 我又看到好多的 那个 那个蕨类了 我们现在才刚刚走 他一半的这种 从那个入口进来 以在为中心放射往那边去 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 大片森林就是有一大片这种东西 这种蕨类 就这个植物 这个植物挺有意思的 感觉挺好看的 哎呀 和这个搭配在一起 哎 他前面有活动 搭了个大帐篷 到上面来看一看 这个城堡 这个是一个树木 编木 哎 不是啊 拉不拉多吗 黑色的 这个多可爱啊 在他 他在草地上面打滚 哇 这个植物到了秋天的时候 哎 难道是玛丽树吗 可能是玛丽树 反正就长了一种坚果了 刚才说的那个除草的 这个除草的鸡好大个 非常大 一般有的家庭里面 看到这种摆的这种 就这种一般有的住在乡村 家里面一千多坪的也很正常 这个是超级大 扫的面积特别大 这个维护起来 必须用这种比较大的机器 要不然这个效率 赶不上这么大的面积 这个面积多大呀 那个地方往那边走 哇 特别长啊 大概得有一公里长 这个草皮 哎 他过来了 正好拍一下 城堡大战 他这个两边的这个收割机 好像是可以展开来的 就扫的面积的话 得有好几米宽度 哦 下面两个刀牌 两个刀牌 然后那边还有两个刀牌 哦 是这样的 四个刀牌 中间应该还有 前面好像还有 要不然这个设备的中间部分 不就不就没了吗 就跳过去了 所以他肯定是 可能是六个刀牌 那有个马场 以前在那拍过 那个马场 刚才我说的 这个从这个地方往那边走 走到尽头的话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雕塑 样的那种柱子 今天这个城堡有活动啊 这城堡的活动 好像规模挺大的呀 中间做了个通道 在这里面举行的 然后从这边走过来 这个大型拖挂 双排轮的 好大个 拉这种大型设备的 这个是必须这种大型的装备 一到这种活动头 这种相式车就特别多 奔驰的 Evaco的 Tafika Chunsea的 这好四个牌子都不一样 土啊 卡罗拉旅行 好 咱们到这个城堡的旁边 一个侧边有一个花园 再来看一下 你瞧这边这个大片的这个草墙 那种春天的好天气 周末的时候 这地方全是人啊 就是三五层裙子在这个草地上 一般的带着孩子 下面又是个湖 那一条路走到另一个的出入口 然后这儿就是那个侧边的花园了 难道今天有人包这个城堡 举办什么婚礼之类的 开玩笑 肯定不是 不像 他把这个绳子拦起来了啥意思 但是现在这里面没有花 旁边有刚才远处看到的 就是那个杜鹃 后面杜鹃 杜鹃花 这路很多了 在他的正后方来拍一个 在这个位置 这地方不是他的正后 能对过来吗 这儿 正好能对着这个侧面 这个城堡 是 这个想法 我们有先来 他一直在来 怎么打破了 启 쪽